Ayo聊四季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波西米亞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圖 好那先來看一下藍方是選擇了波西米亞人 波西米亞人最大特色呢 是他的修道院的科技呢 這個宗教狂呢跟神聖思想 可以用到這個村民身上 可以藉此增加村民的血量跟移動速度 尤其是最近的神聖思想 價格有提高一點點 算是nerf了波西米亞這個效果 波西米亞的後期的隊伍組成 會比較偏向於疾兵 加上榴彈炮火槍的這個組合 當然弓兵路線也是可以 但他的弓兵路線的話是在城堡時代 比較強勢一些些 因為他城堡時代就會研發化學的關係 所以奴兵可以多一點傷害 這多一點傷害打騎士的傷害 就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遇到波西米亞人的弓兵使要特別注意 他這個傷害是會特別痛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羅馬人 那羅馬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村民修理 採集還有這個建築 都是5%的加成 經濟來說算是整體不錯的 那羅馬人的單位也是比較特別的 他的步兵單位呢 是每升一個防禦力 都是雙倍加成 所以封建時代就是加二防 然後城堡時代也是加二防 非常誇張 但是帝王時代沒有三防的關係 算是平和了一點這個能力 所以他的軍團長來說也算是蠻好用的 血量75滴血 基本的攻防也不錯 那用起來造債也是相當便宜 那我覺得最精銳的還是他的百夫掌 這個百夫掌 以一般遊俠來對打情況下 是可以打得贏遊俠的 所以百夫掌沒有意外的話 還是會成為羅馬人的主力 但百夫掌跟其他寶兵一樣有個問題 就是城堡數量要夠多 才可以打出巨量的這個百夫掌來使用 那羅馬人的奴炮也是相當便宜的 一隻奴炮只要30塊黃金 而且沒有最小射程的問題 而且射速又快 點下這個銀罐之後就可以加這個射速 那羅馬人的金罐點下也是對百夫掌 還有這個軍團掌都有一個不錯的加成 可以讓他有5點的蓄器攻擊之外 生產速度也會比較快一點 那後期羅馬人還是比較偏向於走一個 步騎路線還有奴炮 攻密路線不太行 因為沒有三級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地圖部分我們現在看到金礦這邊是在裡面 果直接在裡面 哇這張圖對下來說還算不錯的感覺 有沒有兩邊都在裡面 但是有個問題很大的問題 那就是他的木頭只有一片 你看其他木頭距離都非常遙遠 甚至有點危險 尤其是在這個左側的木頭 很容易在那邊伐木 然後對方在這邊直接打過來 或是下面繞洞過來 離TC的距離太遠 如果被打收村的話這個距離太遙遠 而容易直接被擊穿的 那右邊這個地方也是 這個木頭區也是離TC太遠 所以這樣地圖 實質 黑拉這邊能用的木頭區域只有一片 就只有這裡而已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黑拉 到底要怎麼做自己的防守吧 那我們的影片之前已經有講過 地圖不好熟就是打強軍事 讓對方沒辦法出來家裡 一直強攻就可以了 然後再用這個強軍事的旗艦 把家裡圍起來 是比較好防守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待會強軍事的話 待會圍法可能是會是這樣子 這裡稍微圍一下 然後這裡圍過來 然後用TC連防 然後這邊再圍一些些 圍過來圍到這個高地 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這邊再圍到底 稍微圍大一點點 但好處是如果圍大的話 裡面這塊木頭也可以安全的伐木了 那對羅馬倫 黑拉這邊也是比較好的一個發展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波西米亞人 波西米亞人是 這位7S 這個什麼Windows Wordes 這個英文我不太行 大概發音一下 好 那稍微看他地圖 地圖是在金礦前方 果子在右邊 那圍加部分來說 正面這樣圍是沒有問題 但會圍得蠻大的 右邊這邊也是要直接圍到底會比較好 好 那左邊這塊區 也是直接圍下來 整體來說圍大 圍超大的那種 才比較好守 圍小的話 也是可以啦 但是他這邊圍小的話 會有點暴露在危險之中 尤其是這個金礦區跟木區 所以我覺得他這邊直接圍大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那總體的樣子 羅馬人 黑拉這邊看起來 只有10分的地圖 那波西米亞這邊 則是有3-4-10分 因為他木區比較多一點 距離不會到非常誇張遠 這邊是有點稍微遠一點 但這邊如果圍起來的話 而且也比較好守一點點 目前看起來黑拉 要打什麼戰術呢 好 直接升裝甲步兵 拿招 升裝甲然後按棒棒 但棒棒沒有按先升裝甲 嗯? 這個套路有點奇怪喔 先升裝甲的打法 然後再按裝甲步兵 而不是先按棒棒 走出去 然後升裝甲 怪怪的 奇奇怪怪的 好 那黑拉果然是選擇了一個大圍 把右邊這邊稍微圍了一下 好 待會裝甲步兵就可以出門了 直接先囤了3隻裝甲步兵 好 那黑拉的對手 霍西米亞選擇打肉馬開局 好 這邊裝甲步兵還在按 按了3隻4隻 然後再補了1隻長槍兵 好 這邊村民可能要小心一點 要被打了 但這邊村民有直接抱團 所以還不太會被直接硬打 好 村民 直接被忽視過去 後面有長槍兵再追 血量不夠多 這3隻肉馬要做到事情有點困難 村民可以即時反擊掉 好 這邊看到 黑拉直接裝甲步兵4隻走出來 開始尻對方的防子 防死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防御率是負義防的 所以被破 被拆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裝甲步兵同時也有 對建築的傷害有外傷害的效果 哇靠 這裡居然有洞 哇 哇 爆炸了這個 Holy shit 好 這根劍塔直接蓋不起來 果斷放棄 黑拉要選擇使用連環塔嗎 那連環塔的話可能要插到這個位置 好 直接不連環塔 直接補一棟4隻 讓對方沒有辦法蓋劍塔 這哪招啊 對方看傻眼 應該是WTF WTF 這個如果我已經傻住了 這這什麼東西 好 裝甲步兵再過來 想要去硬拆 好 這邊稍微微一下 好 這邊蓋個房子 讓對方沒辦法蓋 這樣裝甲步兵就可以直接去拆劍塔 這樣後方的城鎮中心已經開始在射箭了 這根劍塔可能拆的會有點危險 黑拉可能要稍微走位一下 好 這樣才不會被射到 城鎮中心的箭矢傷害 哇 這邊操作秀好秀滿 想要硬拆 有機會嗎 斜陽剩3幾滴血 被拉了回來 哇靠 這個斜陽非常吉祥 哇 黑拉打得非常緊張啊 很刺激的欸 哇 黑拉這個強軍師打得有夠強 天啊 好 裝甲步兵直接靠一個滿血的 有點尷尬 靠錯姿了 好 後方沒有連環塔 塔是斷斷續續的插了出去 裝甲步兵一直在城鎮中心上面做一個對打 讓黑拉損失了一些單位 目前還是有賺到一些甜透的 因為黑拉這邊雖然插到這些礦 金礦地帶還有木頭 但他本身也是讓對手受傷了一些村民 雖然沒有殺到非常多的擊殺 一村都沒有 但至少讓他的村民移動來移動去 浪費了一些時間 好 這個箭塔也蓋不起來 直接滴掉 哇 被射掉欸 不是被滴掉欸 哇 波西米亞直接沒石頭臨時了 哇 這個射掉這根箭塔非常關鍵喔 黑拉幹到了一番大事了 好 那刺頭的部分好像已經送光了 不知道在哪時候送掉了 黑拉可能在我們在看中間這裡打鬥的時候 已經把對方赤頭給處理得乾乾淨淨了 就是這些職業選手很厲害的地方 前面在瘋狂打架還有空在空其他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他赤頭死在哪裡 看起來不是死在他家裡 哇 死在這個路上 可能被裝甲步兵直接砍爆了吧 好 黑拉這邊裝甲步兵持續戰 你看 羅馬人裝甲步兵封建是帶有二反的關係 所以小公射一下喔 血量是少了一點點的 好 本來射一下大概是5滴血嘛 4加1 那射一下的話只有2滴血而已 所以小公打裝甲步兵其實蠻難打的 打羅馬人的裝甲步兵喔 是不好打的 好 目前看到這邊塔又繼續插了過來 這四隻村民持續在進攻 然後我們之前也有講到這個裝甲塔一個精神喔 可以拉4到5吋喔 那我個人比較推薦四村的原因喔 是跟黑拉一樣的 經濟會好一點點喔 而且這四個村民喔 給的這個箭矢傷害喔 跟五個人是一樣的喔 所以四個人到五個人喔 就是大家自己去判斷喔 到底要四個人還五個人 五個人的話當然是 打鬥起來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人數比較多 但是真的要比人數的話 對方村民可是有十幾隻的喔 你要比其實也很難比得上 所以其實四個人就算是差不多啦 不多不少 可以讓自己再經濟更好一點點 喔 黑拉這邊要開大招了嗎 直接把村民往前拉 這裡也沒有要點城堡時代 但是卻拉了這麼多村民是想要幹嘛呢 而且是拉了農田的村民喔 這個難道是要開大招了嗎 封建時代 直接 拉了14 14村 再加前面4村 18村 到了前線 這個要幹嘛 D...D...TC嗎 你要DTC嗎 幹嘛幹嘛幹嘛 村民開扁 三...三小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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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邊是想要用村民然後掩護裝甲步兵去輸出 因為裝甲步兵砍建築輸出很快 他想要直接一波把對方帶走 這一波 這個不是只有星海之馬才會看到什麼 拖工蟲 戰術或拖ACP加7 機槍兵的打法嗎 怎麼連星海刺激地口裡面也出現這種奇怪的打法了 哇我的天 這一波居然有效果啊 哇 黑拉成功的用些村民擋掉了一些傷害 用剩下的裝甲步兵硬拆掉了對方的城鎮東西喔 雖然自己損失了實戰室的村民 但這個好像並不是一個划算的交易阿 好 伯西米亞自己的城鎮東西被拆掉之後有點差異 傻眼的 這是哪招 好 但自己攻兵現在數量夠多了 大概有10隻喔 10隻集火一隻裝甲步兵還是挺有殺傷力的 居然看到開大招 這個有點精彩 黑拉也在持續進步阿 當這些頂尖選什麼 一直在創新戰術的時候 就代表這個遊戲 還不是 還沒有到完美的 NASH均衡喔 這個還有更好的解法跟更好的作戰方式喔 這就是RTS遊戲的魅力吧 戰術是 非常萬變的喔 有非常多種的戰術選擇喔 好幾千種甚至好幾萬種都有可能 好這邊攻堅數量的來到13隻 這邊要擋住裝甲步兵應該沒有問題 雖然金台也會被拆掉 但後方的弓兵已經可以殺到非常大的殺傷力啦 你看這個弓兵射一下血量掉非常快 裝甲步兵開始被拉扯打爆了 好那波西米亞已經守住 升到了城堡上 黑拉這邊損失太多村民的關係 所以這邊還要靠買賣一波賣了一點石頭 然後點下了城堡賽 哇這個大招確實有料喔 沒想到這場比賽他會拿出這麼特別的戰術喔 本來這場比賽我是沒有要播的喔 但看了一下羅馬還是看一下好了 因為畢竟黑拉的羅馬是沒有看過的 現在看過MBL的還有VIPER的 黑拉的還沒看過 沒想到黑拉一上來用羅馬 就直接開了這種奇怪的戰術喔 非常有趣喔 好久沒有看到這麼精彩的比賽 我只要看到這麼有趣的打法 我都會非常開啊 大家可能要稍微習慣一下喔 不好意思喔 情緒有點太過激動了 好那波西米亞這邊升到了城堡賽之後 可能會先升奴兵 然後下一個大雪 好大雪過來左邊 OK那這個就是正規的波西米亞打法 那為什麼要先下大雪 最主要是因為要升奴兵之後 再銜接上這個化雪 讓弓兵傷害再更強大一些 那這樣羅馬人的裝甲優勢 就不會特別亮眼了 雖然現在已經有三防了 但是升到了城堡賽 常見兵也只有五防 但是對方波西米亞可是有八攻的 一般的奴兵的話是七攻喔 那波西米亞是八攻 傷害就差了多這一攻喔 所以一箭還可以射三滴血的情況下 裝甲步兵可能還是沒有那麼有優勢喔 這邊開始暗貿易車隊是... WTF 嘿 哇黑啦這邊有點太小看敵人囉 被對方五隻弓兵抓了個正著喔 對方奴兵化雪已經補下 哇這一村沒殺到有點可惜 逃走了 A隻中甲步兵過來防守 但是看到變奴兵只能撤 好近距離射死沒問題 好直接升到常見兵 常見兵防禦還沒有點上 還有8秒鐘 血量60滴血攻擊力10攻 好 升好防禦之後 就有不錯的扛的能力了 你看這個血量掉的很慢啦 哇 雙防都是5 好坦 比這個薩金特衛隊還好坦啊 這個城堡時代的慘度 好 左邊有點木頭挖穿 要挺小心喔 好這邊開始抽抽跑貿易 太狠了黑啦 這邊跑多少黃金 這個是什麼 一點黃金也要跑 這個是什麼 奇怪的 羞辱對手的方式嗎 一點黃金也在跑 太好笑了吧 好兩隻重要步兵 防守一下加里 有點坦度喔 但是被拉打還是會被風箏死的 這個 打帶跑還是比較 比較有操作空間的 好化學一好之後 連這個火箱兵也可以開始出囉 這也是佛西米亞跟兔爾什 唯一可以在城堡時代出火箱兵的文明 這一場相當有趣啊 非常好玩 好奴炮走過來 羅馬大國 這個奴炮非常強大的 好第一時間沒有射奴炮 有點尷尬 火箱被稍微秀了一把 好 大家火箱開始點囉 點奴炮傷害是很高 但由於火箱剛剛數量不夠多 沒辦法一發直接擊倒 好這邊再射一下 OK這種射爆了火箱 這個奴炮 好長江兵想要再上次往前開尻 但是後面有城鎮中心 火箱兵也直接走到了家裡 哇這波拉扯打得很漂亮 下方又有一隊工兵加火箱兵 但是黑達家裡空空如也 什麼都沒有 一片狼藉 趕快右面蓋TC嗎 哇不蓋TC 蓋六王塔 OK 因為他沒有太多木頭可以蓋 好上方又在這邊做一個拉扯 但火箱兵已經開始打出自己的火箱優勢 大人啊時代不同啊 這個比你手上的 這個劍還好用啊 火箱直接射爆所有常見兵 常見兵只剩下兩隻了 後面奴炮雖然生產蠻多台了 大概有四台 但現在這個奴炮沒有這個攻速加持 但唯一的優點就是造價便宜 黃金只要30而已 所以就算被換掉也沒那麼心疼 反正是火箱兵 造價比較貴一點 而且奴炮還有串燒效果 但是奴炮一次只能串一隻的話 其實就沒那麼虧囉 哇這樣很划算你看 直接換掉了三台奴炮 只損失了一隻火箱兵 不虧 火箱兵直接走到了料望塔下面 直接開射這邊村民 剩下的村民直接跑走 但最後還是被射死了 哇這邊超多村民直接躺在地上 這邊村民的損失超過27村了 這邊在補下一根劍塔 是想要用連環塔 來抑制對手的火箱兵 在塔下的一個騷擾 但這邊蓋箱塔好像被發現了 村民直接出來想要應修 但是火箱兵直接原地處決出來修村 的村民 哎呀 哇這個波西密亞人玩得非常漂亮 直接把黑亞的村民給射爆了 好這時候蓋下第二個TC 波西密亞人 村民處來到四四村 但是上方這邊農田處也沒法正常種田啦 哇大概有將近 是五六七八九 哇快要十片田 大概八九片田 都不能種了 大約損失的四五百木吧 這裡還有這個模仿的話 至少超過六百 但如果能拿回來這塊區域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了 波西密亞人持續把自己的弓兵跟火箱兵 往外送 希望可以把黑亞家裡打爆 那黑亞家裡箭塔慢慢逐漸蓋了起來 現在只能在外圍防守 看一下有沒有偷偷回來挖黃金村民 其實都沒有 這邊又有個長劍兵抓到 好現在黑亞變成兩塊地區喔 再產資源 上方這邊在產木頭跟黃金 這邊一直用奴炮去抵抗對手 但如果對手一直沒有聚集在一起的話 奴炮花費的效果就沒那麼好 而且後面再補下老頭狂架中的神聖思想 然後再來補這些火箱兵的血量 只要火箱兵不被奴炮打死喔 這個血量一直回起來 一直打消耗戰對黑亞來說是蠻虧的喔 轉出透子車直接拍一下喔 40滴全倒還比較舒服一點喔 但是火箱兵依舊也是有40滴 所以大約打傷應該是39滴 還會一滴血存活下來 所以是高打滴的情況 羅瓦人現在也只能打這個奴炮加頭車 會比較適合一點點吧 好這邊一直在巡邏 看能不能偷偷射到對方的單位 這邊分兩隊 稍微封鎖一下農田 好頭子車開始漸漸蓋了出來 火箱兵開始有點 有點害怕了 不太敢上前 火箱兵稍微射一下 射箱長生了3滴 頭一發沒頭到 長江兵在正面扛傷害 後面投車想要繼續輸出 但是沒有打到 那這裡有小技巧 只要點農田的話 這個投石的擴散傷害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會更廣一些啦 好這邊直接硬點 投車直接投掉兩台 哇射爆兩台非常賺 好這邊 火箱直接全盡封鎖 想要把農田處的村民全部射光 哇脆弱石做到一點效果 黑亞這邊斷肉斷的有點徹底 連村民都快按不下去了 這裡村民只能躲在城市中心裡面 瑟瑟發抖 不敢出來 一出來就會被槍射 哇三槍 被開三槍 我的天 村民被開三槍 如果他的村民是館長的話 應該就沒事啦 但是他不是館長啦 這些村民 太慘了 哇這個投車舒服 直接砸爛 好開始投車有感喔 果然還是要出投車喔 打火槍才會有稍微反制的效果 但是火槍也可以把投車車給打爆的 互相克制 好黑亞這邊村民村民已經落後了大約二十村 這邊硬拉了一些常見兵會來防守 想來解救被農田包圍的村民們 常見兵依舊被拉打 還是被射光了 村民這時候要趕快跑嗎 往上走 還是要繼續種田 如果要種田的話 可能要蓋一個箭塔 上方這邊蓋一個箭塔 然後這邊 可能要偷蓋一個 還是會被射那個距離 好這邊常見兵抓到空檔 有機會可以收掉再一刀 哇收掉了這邊煩人的槍兵 好黑亞這邊有機會 直接想要上高地 插這根城堡 假如這根城堡能插得起來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反擊成功囉 這個火槍三隻換兩台投車車 非常的划算 家裡的火槍其實數量不夠多 黑亞這一波蓋城堡可能會成功 如果這根城堡蓋起來的話 可以控制農田 還有城鎮中心 還有修道院 還有這些射箭廠 都會被黑亞給控制住 就可以傷到一些破西米亞的經濟了 好當然抽禮術依舊還是落後非常多 火槍兵再度走路過來 繼續偷射種田村民 三隻村民直接在農地倒下了 好這根城堡直接開始出百夫杖 魯馬人的關鍵單位 好這邊想要直接偷對方農田用 但是破西米亞不肯直接把自己的農田全部滴掉了 OK 那這個破西米亞人反應相當即時喔 沒有讓自己的農田直接消失 那這邊的市集也是直接滴掉 不想讓黑亞這邊跑貿易 好白夫杖一出來 微風零零 初始防衛就有三防太坦了吧 好 一般騎士血量會掉更快 這個百夫杖已經很坦了 這邊想要砍這個剛撒農田 所以你剛撒農田沒有去村民去撒的時候 只有一滴血 百夫杖只要砍一刀 這個農田就會爆掉 你的木材也不會被回收 所以剛剛如果有砍到那兩刀的話 就是賺120木頭了 好這邊火箱想要利用最遠範圍 但是還是被劍塔射到 損失了兩隻火槍 OK下面這邊稍微往下拉 應該就可以繼續伐木了 黑亞家裡的農田火槍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村民已經死成一片 好破西米亞在這個地方蓋下自己的城堡 哇這個城堡蓋起來就會很好過了 裡面的資源可以守住 農田也可以正常的開農 黑亞這邊硬生生了 點下兩隻百夫杖 想要繼續輸出 農田趕快撒 火槍兵稍微防守 這邊也補下兩個射箭場 想要來去偷射這邊的村民 這邊想要偷農田 笑死 偷到農田了然後滴掉 滴農田 快滴 快滴 哇農田又變他的 又變黑辣的 哇來不及滴農田 笑死這個是什麼招 好白夫杖 終於要回來解決掉這些火槍兵 黑亞終於受不了了 然後白夫杖回來解決 OK非常快速 兩刀就是一隻火槍 好 但是 柏西米亞左邊經濟又再度農了起 村民繼續領先 好火槍兵沒有空 沒有按D助手位置 直接走到TC跟城堡下方 直接被處決 有點慘啊 本來這些數量是可以 稍微壓制對方的百夫長 因為百夫長很怕大概六隻或七八隻的這個 火槍兵的 但數量一少的話還是可以衝出去硬砍 像這樣子 直接單挑 好這邊再次被封鎖 而且城鎮中心有被射掉的危險 再來個幾槍 再來十槍就沒了 三槍 零槍 倒了 沒城鎮中心 家裡只剩一根劍塔 跟伐木場 這些農田沒辦法正常營運 哇這邊直接想要蓋城鎮中心 換他來搶黑亞的農田 太狠了 互相傷害就是這種一回事 好 那黑亞只剩下最後一個城鎮中心 在對方的家裡 其實有點危險 那其實波西米亞人這個地方 有個比較好的打法 就是雙TC開龍 然後趕快速地開巨頭 直接開丟對方城堡 然後家裡用火槍兵啊 或者是用戰車 防守 或是用生女直接招搶對方百夫長就可以了 好 但是波西米亞現在選擇的打法 是直接3TC開龍之外 4TC也開一下 要來直接打出一個經濟槍 因為他的資源其實可以稍微憋一下 就可以上帝王的 你看這個木頭這麼多 稍微買賣一下 也是一個很可觀的黃金數量 好 好 當然這邊沒有繼續停火槍 反擊輸出 好 黑亞這邊來拖蓋農田 剩下東西這邊可以拿下來嗎 黑亞要不要低農田了呢 你捨得低嗎 哇全低 反應相當快速 OK 農田全沒了 蓋了一個空虛 直接換家 好 好 然後再挖對方大金 哇還是蠻舒服的 然後待會這邊再蓋一個城堡 就穩了 這塊主金就是他的 然後這片農田也是他的 哇 兩邊互相傷害 打得非常的嚴重 好 那這邊羅馬人 又遇到了一個問題 這根城堡被波西米亞建立起來之後 左邊這個城堂農信也沒法繼續生產 黑亞現在有在生產資源的村民只有21村 其餘村民都在逃命中 不然就是在路上 好 在下方看一下新的TC 但是有兩隻火槍兵走到了這個地方 看到了來逃命的村民 黑亞第一時間拉了一堆百夫長過來防守 兩隻火槍兵先行逃命 火槍繼續做一個拉打動作 能開槍就回頭開槍 不能回頭的時候就一直往前跑 好這邊高打低 再集火一隻 沒有問題 好這邊爭取到了一些時間 下方的村民可能要被射了 後方有頭子車跟僧侶想要做反制 但高打低 一槍射爆頭子車 僧侶也是一槍就倒地 五隻火槍兵立了大功 但是這邊差點撞到了TC 好危險 趕快拉走 好 那波西米亞這一波打得酌食漂亮 結果 黑拉這邊偷偷蓋了一個城鎮周期 下面反制對方波西米亞的 挖礦的村民 結果波西米亞這邊一氣之下 直接按了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想要來把黃金給奪了回來 這邊直接按兩台頭子車 一直砸也沒問題 而且這邊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黑拉這邊經濟已經輸了快一倍的經濟 村民數已經差距一倍 黑拉這時候打出了GG 哇這場好精彩 超級精彩 黑拉這個大招 不能說打得漂亮 但打得很有想法 如果是再遇到弱一點的對手的話 可能很有感 例如遇到我之類的 應該是可以輕鬆屌虐 但是遇到這位7S 7Windows Words 應該是Words 7Words 這個玩法算是蠻厲害的 他也算是我們的頻道的常客 很多一些職業選手比賽也會遇到他 但是他在賽事上來說沒那麼亮眼 但是在一般天氣來說 他的實力也是不容小覷的 非常厲害的一位玩家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是由波西米亞全影的 那羅馬人這邊是只贏了少少兩百石頭 其他資源都不用看 都蠻慘的 但波西米亞後面輪走技術比較晚點 黑拉這邊很早就點下了 20分鐘就點了 基本上是以上風電 20分鐘左右就開始補下了 這個就是NAS均衡 這個黑拉也知道 哪時候點這個輪走技術 他是比較清楚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